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霸佑 今天來到我第一個聖誕節的Staycation 非常之好 因為我的Staycation 一開始已經有個名貴的Rose Royce來接我了 我一起過這個Staycation 好開心 因為今天要去Staycation 一個很特別的聖誕Staycation 他們還特意傳了車來我家留下接我 你看我戴整個大行李箱 對 嘩好厲害啊 綠色的Rose Royce 麻煩你 謝謝 麻煩你 麻煩你 謝謝 好啊 嘩好好玩啊 好了 衣服都換了的我 來到Canesula 那我們現在進去了 我們現在來到半島酒店的Sweet's 看看它聖誕的這個裝飾 首先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 廳 有個火爐 如果在這個地方看著這些聖誕電影 然後旁邊有個火爐 簡直是覺得 很多聖誕氣氛啊 還有呢 它是有這些聖誕物 那你就不用擔心的 因為你起床的時候 應該聖誕老人是不會有禮物在裡面的 其實他留了禮物給我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Peninsula的Logo 那隻Bear 或者一個Christmas decoration 看看房間是怎樣的 裝飾是挺清潔的 我喜歡這個vibe的房間 連床 都有聖誕氣氛的啊 有隻Polar Bear啊 還有一個Tent 是不是打卡位來的 我相信呢 疫情期間大家不能出去旅行的時候 都會想盡方法呢 一有假期就衝去Staycation 那我就在IG Stories裡面 就問大家 有沒有Staycation的問題 就問我吧 那就打答你們的問題 哪一間你認為最棒的酒店 自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呢 我真的一整整都沒想過 自己會有這麼多的機會 去住在香港的酒店 因為疫情之前 是從來都沒住過在香港的酒店 我們現在身處在這個 半島酒店 已經是第九個Staycation了 那首先我去過的Staycation 有Murray 舊文化Mandarin W Hotel Ritz Cotton 在海洋公園裡面的Mariot 在海洋公園裡面的Mariot Caseway的Artist Rosewood的Resident Grant Hyatt 還有今天的半島酒店 那在這麼多家裡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酒店的Staycation 的風格都很不同 那你喜歡什麼類型的酒店 W就是整個氣氛很韌 很有Energy的感覺 舊文化就是Mandarin 就是很classy Timeless的感覺 Ocean Park 這個景是圍著一個泳池 你進去那個酒店看起來 完全不像在香港 因為全部大廈都只有四層樓高 就好像去了一些國家的resort 的感覺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 酒店本身是傳統一些 但裡面的裝飾是比較普遍 那我 strongly recommend Mandarin Murray 這個很有建設性 那些IG照片是怎樣拍的 就是覺得自己突然間 因為疫情關係 好像變成了Staycation KOL 第一次去Staycation的時候 就很有壓力 就覺得 我要拍照 要拍照 其實最容易的方法就是 大家在看IG的時候 就保留一些 遲些人去Staycation的照片 因為我自己也會的 我記得我拍第一張 Staycation照片的時候 很厲害 因為那張照片是在 舊文化酒店裡 拍的一張早餐照 早餐不知道怎麼放 想拿著雜誌 文質彬彬的感覺 但無論如何 香港照片拍出來 我覺得都蠻好 你住Staycation的時候 是不是很少會去做酒店的SPA 沒錯 一次都沒有做過 Where are you goingStaycation today 那我今天的Staycation 是一個ChristmasStaycation 所以記得一定要看到後面 究竟會不會享用酒店裡的餐廳 因為現在很多Staycation的package 當你是二千多元的房間 但其實同一時間 會送你八百元至一千元的 食物的QPON 就讓你在他們的餐廳裡享用 那你就可以有整個在酒店裡的experience 例如我上星期去了一個 Grant Hyatt的Staycation 是二千多元 然後是送一千元的食物的QPON 所以這間房間是一千元送少許 而且我覺得做Staycation的時候 時間許可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是應該享用他們的餐廳 每一間酒店的餐廳 是很 represent 到那間酒店的整個氣氛 所以整個完整的氛圍的話 是要視乎他們的餐廳 哪一間酒店的room service最好吃 如果是說中餐的話 Ritz的中餐是最好吃的 因為每一次Staycation裡面 我都會吃一個肉醬意粉 這麼多間肉醬意粉裡面 我覺得Penisula Grant Hyatt 和Mandarin的肉醬意粉是最好吃的 如果你問我早餐的話 我覺得Mandarin是另一個問題 但Penisula是因為我剛剛進來 所以我沒吃過它的早餐 我不知道 怎樣清潔過肉乾先浸肉 用頭髮淋一下 通常都是 但其實住過這麼多間的酒店裡面 其實他們的清潔都算不錯 因為我是很怕塵的人 很喜歡看那些鬼鼠位 櫃桶旁邊的隙子有沒有塵 我很喜歡看這些位置 去判定它乾不乾淨 所以我去這麼多間都是非常乾淨的 還有沒有什麼酒店會想去試試Staycation 我會想試試Rosewood 因為Rosewood經常去工作拍照 但其實還沒住過 都會想去試試住 還有Saint Regis 在灣仔的Saint Regis 我沒試過 好了現在就開始我的Staycation了 答完這些問題之後 我現在來到Lobby 首先可以看一下兩邊的柱子 很漂亮 很有中聖誕的氣氛 這裡是大堂 還有一進來有一個聖誕店 很棒 然後還有這條很漂亮的樓梯 好了好了 我們現在就要去Gedis這個餐廳 可以介紹一下這間餐廳 有什麼特別嗎 是我們半島酒店的大國餐廳 是一星米之年的 你會非常享受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Gedis的餐廳 它的裝修非常華麗 好像Beauty and the Beast 定層的那個廳 這是一個蒸蛋 但上面有蘑菇的泡泡 那些泡泡 如果是一個不懂得吃東西的人 就會覺得好像在吃空氣一樣 所以這個巧妙是什麼 吃一個筋 還是要筋到底 拿起 那你就不會在吃空氣的了 其實周圍的人正在反映我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知道這裡會怎樣 去斷定一個麵包好不好吃 OK 就是它外面是脆的 裡面是綿密 代表它好吃 很香味 綿密 好了來到下一碟 鵝肝 上面是配了一個橙 還有呢 配了一個briage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 這一碟是一碟 Raviole 上面還有一些white truffles 在食物的世界裏 只要你在上面加少許粥 就會馬上吃 這麼多花板 可以嗎 我一回到房間 就變成一個屋極的風景 這個是他們的聖誕特別 好了現在已經準備收拾東西走了 已經是第二天了 其實我想說 這個短短一天的staycation 我們帶了這麼多東西來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staycation的Q&A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要subscribe 跟著like 還有要comment 還有開啟鈴鐺 下一個staycation見 拜拜 哇你們這些問題 全部都是色色問題來的 會不會裸碎 很多人問什麼時候跟我去 真的 這次會不會的 我們好看 這是金色的 我們可以做幾個字 這個小聽點